如果大家有看电影有读第397期《巴比伦》的专题朋友 到第4节,我将今次《星星追梦俄里活》 这个电影里,用巴比伦来做对比 尤其是,它里面触及到一种巴比伦的神话里的语言失陷 这种神话讲出来的人类的悲剧,宿命里面有种深入的阅读 在上一节也跟大家讲过,当这个叫荷里活的那个时期 有一个叫扎菲人的世界,叫黑帮入侵荷里活的世界里面 将荷里活的魔性表现出来,这个角色 扎菲麦克拉做的那个角色里面,它表现出来 将荷里活的巴比伦里面,转入深入的一种层次出来 其实现在我上网看,都已经有很多那些影评人 或者讲这部电影的时候,都将《蜘蛛仔》 他和这个角色,在巴比伦的《星星追梦俄里活》里面的这个角色 就和《蜘蛛仔》时期的《叉利卓别林》这个喜剧态度里面 就做了一个对比 我想大家也开始意会到,在第一节目里面都讲了 就是说,这个电影里面就有很多的角色 而那些角色在他里面,就有很多的层次汇聚了 在那个角色里面,来反映出来 那女主角最关键,女主角的角色 就是有很多人找到他,即是《星ling in the ring》的 那个叫做《女性之路》,或者有很多小野猫 那类型的性感女星,她走的那些路 她整个在荷里活的发展,尤其是女性在当时荷里活的世界里面 她们的那种命运就在表现出来 我觉得如果大家有看过《蜘蛛仔》里面,其实她的主题已经出来了 《蜘蛛仔》里面,我觉得她的男女主角所说的 那种叫做《在西岸》里面,和音乐界里面 那种叫《入河》或者《成名之路》里面 大家都有个异曲同工 而我是很相信导演,就因为她拍完《蜘蛛仔》里面 她也得到相当好的回报 那个成绩觉得这么好,她就在巴比伦里面 她更加在尽情深入里面讲的那种叫西岸 一个叫做天使之城,作为天使之城 对比纽约的魔鬼之城里面的对比,何为天使之城 最关键我告诉你,天使是有堕落天使,果然就出来 所以她里面那里,我觉得那种对比相当之 你会看到她有一种叫做将整个题目深度化出来 这个在早期那时候,即是欧洲电影 譬如说电影触及巴比伦世界里面 都已经是,常常都已经碰到出来 巴比伦的整个,整件事件的发展 你可以看到,人生活在一个叫做城市的时刻 在古代的城市里面,它就开始,你看社会 就出现了很多那些现象 那种现象呢,其实就是这些现象里面 就变成了,好像是Black Pit之前 我在那里讲他有一部巴比伦电影 正式来说,名字就是中译巴比塔 那里面都讲那种叫做 里面很多不同身份,不同纲位 或者不同的那种种族,各族不同的人 河界有很多时候出现那种叫做 崩溃,难于沟通的现象出来 这个就叫做巴比伦的那种语言失陷的那种现象 那里面你会看到,譬如有讲很多阶级的分歧 身份的那种类别,造成了很多很大的冲突 就在这部电影那里反映出来的 其中它里面讲,在那个男女主角面对的那里 你讲的时候,Black Pit做的那个角色 就是一个叫做明,就是在那时候 就是有一些叫做明星的出现 在从物片的时期,就已经有一种明星的制造 如何在电影这个媒体里面 制造一个叫做明星制造 而这些明星出来的那种牵引力很强 它制造了很多很多话题或者新闻出来 所以这些东西,你会看到 其中有看到一个明星是如何提炼出来的呢 那么这个呢,今时今日呢 你要看我们现在香港片呢 都在讲中,香港片现在的明星制造 开始就有一样东西不同了 明星制造是一种旧式的情况 现在呢,就开始有一些叫做冲击明星制造 都来了,就是乱丫演员打明星 你这些明星就是老拍戏世界 这些东西呢,你会看到呢 他的电影呢,他也说 从物片变成有声电影的时候呢 就这种呢,都已经出现了问题 当你要出声的时候 那时候呢,就里面你会发觉呢 然后你平时呢 你在那个银幕上,大家看你那里 是没有遇到你有声音的 当你遇到有声音的时候 I love you,这三个字呢 你的那种发音啊,你的那种东西呢 有时候,真情变成了搞笑 很多这样的情况出来 但是这个呢,就是其中的一种叫做元素来的 这个叫做群体戏的里面 其中一条主要的线来的 那另外一条呢,我觉得很关键呢 就是跟导演的那条线呢 它里面呢,我觉得它的照片 都很细致的 尤其是它最重要呢 它有分男导演、女导演的那样东西呢 就是如何呢 就是对于触一个电影的那种 就是一个很明显的分别 但是呢,在无声电影那里 它触及是多一点 它有声电影的时候呢 它最要碰到那个叫做技术 如何去发展的那个问题 那时候呢,就很多的导演呢 就是和明星啊,演员呢 都一样面对一个叫被淘汰的那种时刻 所以呢,这个里面呢 你会看到呢,它都有足够的 那除了之外呢 那个叫做影评的那个作用呢 都很强烈来的 那因为呢,在影评的世界里面呢 那里呢,它都说 尤其是呢,当时Valiety呢 就是那个里面呢 就是这本集节到今时今日 都是一个响当当的一个刊物来的 就是在美国或者已经变成了 国际级的一个很响当当的刊物来的 很多那些影评的那些专栏呢 就变成了很多那些观众的那种 影响它去不去看戏的那个意欲 就是出来了 那它里面呢,其中呢 就是这个呢 你会看到它特别呢 就是很专注呢 就是说这一个呢 就是巴比伦的那种主义呢 就是那个team的世界里面 兄弟姊妹 后来变成了失陷的其中一个呢 它又想触及那样东西出来 那它最后呢 有一个呢 它和Black Pit呢 有一段有一段戏呢 它讲解的那个呢 就是其实如果你有看过 那套《紫罪金迷》 或者我们说王尔德呢 它里面呢 就是英国的一个大文号 它也讲呢 就是这个叫形象的那种 怎样呢 这个形象变成了 是比一个那个叫原本制造 这个形象的那个演员 是更加永恒 更加长久 那个因由 它都是有一个挺有见地的 今天说出来 这个呢 我想大家去看的时候呢 就更加明白这部戏呢 它里面呢 又有很多不同的足球 另外呢 它在一个亚洲 就是一个亚洲演员的里面那里呢 它就在那里呢 基本上呢 我想近期呢 大家有看那个电视剧 那个王楚商 就是那个里面的那个世界呢 它就是那部电影里面呢 就是将这个真人真事 它里面呢 就是一个叫亚裔人 它们面对的那个 那时候那种种族的分歧呢 就表演出来 但是呢 这个 这个戏里面呢 它就更加立体呢 就是 将这个李中尼呢 它做的这个角色里面呢 它就更加深化在里面来说呢 它不单止是一个叫做亚裔人 它在它那个叫做性取向的里面那里呢 就变成了呢 就是一个戏剧的发展 它和女主角呢 那个世界呢 我觉得它有多长 尤其是有一场呢 我那个视为 这部戏最神来之不的其中一场戏 就是 就是《雨蛇性交》 就是那段戏呢 大家看得到呢 那是一个戏的很大的转捩点 另外 《男主角》呢 它呢 从一个饱腿 到后来有声电影的发展的时候呢 它被重用呢 它变成了一个叫做电影监制 甚至是一个叫做 都可以做出品人的那个 由基层去到 去到那个叫做 变成了呢 就是《荷里活》呢 一个叫做重要的一个崗位 这个角色的发展呢 我觉得它也很细致 如果大家有看过 那个《北野武》呢 那个《北野武》呢 他有做过一个叫做《血与骨》 从《蜜片》时期 去到有声电影的出来 有声电影的时候呢 它就更加 这个就讲到它一个很大的改变 就是 它就是 都是跟《男主角》呢 这个跑腿 这个崗位的那个 就说 喂 如果搞新东西 那我就觉得 你应该用一个 新的那种叫做摄影角度呢 来去拍你的电影 什么角度呢 你的镜头一一二呢 一直电影 是有存在的 一班团队 那些是什么团队呢 就这些叫做配乐的 那班人 现场 现场呢 是制造了那个 节奏和气氛的那班人 那在有声电影的那时期呢 那它就从一个叫做幕后的人变成了 走上去去幕前 那整个那个过程呢 我觉得它就用了一个方法 就将整个那个故事呢 里面呢 就深化了出来 那到最后呢 这个呢 那时间去到时候呢 就讲 那它在那个三分之二的时候呢 就出来这个呢 这个呢 这个呢 我就用了叫做 这个叫做 这个叫做 原来它在里面的世界呢 就是有一班叫做 哇 一直躲在那个阴暗面里面 就是我们所谓呢 就是就是 香港那时呢 就是90年代都试过 就是有一样东西呢 就是大家都在那里讨论的 电影界里面呢 就是很多黑帮的人士 入侵黑社会 何里会有何尝不是呢 这样东西呢 它触及到呢 那里面呢 就是找到呢 那个戏里面呢 还有一些奇闻 或者怪的那些案件里面呢 那我就在第五节 再跟大家交代了 第五节再见面呢